6月开三中全会 习遭国务院大多数官员躺平抵抗 专家深度解析 当前习理关系 探讨台海战争前景 一谈话坠落马脚 拜登与习近平通话针锋相对 先在线彭丽发要习谢罪 河南车主拉横幅为权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 本应在去年下半年召开 但去难产至今 日前有消息表示 中共可能在今年6月召开三中全会 也有爆料称 习近平遭到中共国务院李克强 与温家宝原人马的躺平抵抗 他因搞砸经济 而得罪了中共的官僚主体 日前 美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 资深研究员包道格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他在上周 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 与中共官员私下聊天得知 北京当局 计划在今年6月召开三中全会 包道格说 他们希望从现在到6月这段时间 能有更多的关于如何解决 中国目前面临的部分挑战的细节 包道格也表示 这不是中共官方的正式消息 具体预期可能会有变化 此外 也有一名不想说出名字的消息人士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今年6月 要召开三中全会的相关消息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与南海报亚洲论坛期间 私下里都被提及到了 但没获得中共官方的证实 而三中全会迟迟没开 也也来了各种猜测 对此 旅澳法学家袁洪斌教授 向希望之声表示 中国经济问题的无解 以及发生了一系列 针对习近平的不忠诚事件等因素 导致三中全会的召开推迟了 习近平也想通过三中全会 公开批判江泽民的政治路线 然后把中国的经济问题 腐败问题全部甩锅给江泽民 让江为这些权力腐败和经济下滑负责 但是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 习近平亲自挑选和培养起来的 这支共产党高级干部队伍 出现了以火箭军为打火索的 大面积政治上不忠诚与经济上腐败 这个案件也仍在延烧的过程当中 外界也发现 中国国务院的地位在不断降低 对此 约红斌披露说 前中共总理李克强下台以后 国务院上层虽然换上李强与丁薛祥 但其实李克强在位时 整个国务院系统的干部 都是从温家宝时期到李克强时期培养起来的 他爆料说 整个国务院系统的干部 绝大部分都支持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 在中国二十大以后 对习近平的政策普遍的不满 所以他们集体躺平代政不作为 甚至做出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的举动 整个国务院系统已经不能很有效的执行习的 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路线了 他们基本上也很抵触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国际民退 要重新改组金融系统等一系列的政策 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实施了限缩国务院权力和降低国务院 在国家机关系统中的地位的举措 袁洪斌指出 因为习近平的个人极权独裁 与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落线 导致中国经济急速下滑 民生凋敝 民间对他自然是充满怨恨 而他搞个人极权独裁 又得罪了红二代 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罪了中共官僚的主体 因为经济下滑 也导致中共的财政陷入极大的危机当中 所以关心动荡 官院沸腾 也是目前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那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中共官员怀念的 其实是此前满朝文武藏绿卡 半壁江山养胡言的贪腐时期 而在所谓的改革开放路线当中 真正受益的还是中共的红二代 权贵阶层 中共官场局势诡异多变 高层内斗日益激烈 有消息指出 习近平近3月初突然宣布取消 全国人大幕后的总理记者会后 又出新招 让人傻眼 由中共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往年都是由总理在论坛后 与外企领袖会见 今年却改邀习近平会见这些外企高管 3月26日至29日 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习近平派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开幕式 并且发表主旨演讲 本营做演讲的李强却靠边站 在中国党内排名第二的总理李强 与习近平到底现在是怎样的关系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金涛 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王金涛表示 李强最近与习近平有点不合调 去年的经济工作会 其实与李强有关系 因为李强是国务院总理 去年的经济工作会 习近平去了 开了一半他就被气走了 因为所有部门提的方案 都是按照李克强的思路救经济 习近平当然不喜欢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区别在于 李克强说解决危机 主要是救民生 救那些小微企业 这样就保就业 保经济基本盘 但习近平要把钱发给那些高精尖的企业 主张弯道超车 领先世界 要发展新制生产力 王金涛说 所以我觉得李强出局 是因为他比较务实 他是一个务实的温州人 已经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灭顶之灾 可能说了一些习不爱听的话 此外习近平的基本想法并没有变化 如果中国经济真相李强说的垮了 那他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得到更大的惩罚 因为习近平是不允许别人比他高明的 同时最近有消息传出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将访美出席军事仪式 讨论如何促进双边海事合作 同时有美国智库发布报告表示 华盛顿的决策者应该向美国人民解释 为何防止美国的首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共 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王军涛认为台海战争前景 不是简单的由台海局势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习近平的全球报复 近期习不会打仗 美国也在危险窗口期要高度威慑中共 王军涛表示习近平当然想统一台湾 就此而言台湾如不能和平统一 则台海必有一战 但习近平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习近平的报复是世界性的 从搞一带一路开始 他要打造一个以他独裁领导的 和由中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 假如说台湾爆发战争 美国会像制裁俄罗斯那样 全面制裁中共 意味着用所有的技术与资源 对中共进行封锁 习近平打造全球争霸军事实力的计划 将延迟甚至落空 所以王军涛认为 习近平不大可能在最近进行军事上冒险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对台湾没有想法 其实中共方面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才能在全球进行部署军事作战体系 全球布局一定要突破第一岛链 习近平必须要在台湾或者南海打一仗才行 冲突是必然的 只是什么时候起冲突的问题 4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党和习近平打电话进行沟通 时间大约为1小时45分钟 这也是从去年11月两人在旧金山会面后的首次通话 根据白宫声明显示 拜登与习近平针对一系列双边 地区与全球问题进行坦诚和建设性讨论 中共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当中 显示习近平讲话内容长达606字 而拜登通话内容只有229字 当然这并不能如实反映两人谈话的具体时间 而且中共这样表现给人的感觉是 习近平似乎占据这次通话的绝对主动权 甚至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向拜登指出中美关系的所谓三大原则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 习近平色力内忍还是露出了马脚 通话一开始 习近平就爆出底牌 他首先强调中美之间不能不来往 不打交道 更不能冲突对抗 不应该走回头路 问题是恰恰是中共不断把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挂嘴边 不断用战狼姿态是人 才把自己逼到角落里 结果是进退两难 因为习近平与中共越是在言辞上咄咄逼人 就越是引发外界对他的反感与围堵 其次 只要中共强硬立场稍有软化 都会被看作是胆怯 松动 甚至是政权即将崩溃的信号 而习近平强调的 不能不来往 不打交道 更不能冲突对抗 不应该走回头路 暴露的就是这样的胆怯 甚至是政权将崩溃的信号 说明其内心已经不稳了 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共在芯片问题上 实施卡脖子政策 让中共也有起伏之痛 为此 习近平批评说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字越拉越长 他还威胁 如果美方只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那么中方也不会坐视不管 但拜登对此并不买账 而是与习近平强调了 美国实施科技限制的必要性 并且明确告诉习近平 华盛顿不会停止这种做法 而在台湾与南海的敏感问题上 白宫表示 拜登在电话中向习近平强调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以及南海法治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习近平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还说北京不会容忍外部纵容支持 这里暗指美国支持台湾 对此 东海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 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有中 向大纪元分析说 中共坚持要把台湾问题看作是内政的问题 但美国强调不能单方面会用武力来破坏台海现状 这是双方基本调性 他认为比较大的变数就是今年5月20号 赖兴德就任总统的演讲 第二个是年底的美国大选 除非赖兴德的演讲或美国选举有新的变数 否则台海格局会继续维持下去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分析说 美国清楚中共没能力阻止自身多重危机的爆发 在中共体制崩溃的过程当中 美国要尽量避免中共为转移交点而狗急跳墙 在台海和南海动手 所以较管理双方的竞争预防中美成都 他指出 从川普到拜登在立场上原则上没退让 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松动 那是怕中方崩溃的太快 可能会不好收拾 虽然四通小勇士彭丽发目前仍没有消息 但全国多地的民众都纷纷效仿他的做法进行冲塔 先也出现一名勇士 竟然要习近平谢罪 而河南一车主似乎是买到了问题车 在车身上支起两个横幅进行维权 4月3号 王阳伟光正在X平台发布两张照片 并且发文表示 4月2号晚上 新安一位勇士应该是一名骑自行车 长途旅行的男子 在后座物品包上贴有一张纸 写着习近平向全人类谢罪 很为这位勇士担忧 望知情人士提供壮士详细资料 壮灾 悲灾 从网友贴出的两张照片 我们可以发现 这似乎是一名年轻的男子 戴着头盔 他的自行车后轮两边都挂着黑色皮革包 车后座放着普通的编织袋 上面还专门固定住一个透明塑料袋 里面是一张A4纸 上面打印出习近平向全人类谢罪的字样 看起来这名男士生活并不太宽裕 或许这也促使他思考 习近平和中共给中国普通民众 甚至底层百姓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困境 一边是底层百姓的觉醒 另一边是中产截击 遭遇中共铁拳后的抗争 4月3号 网友罗祥在X平台发出视频显示 在长城汽车一家销售店门外 一辆红色越野车再进行维权 只见这辆车在面对马路的车身一面挂着两个横幅 上面分别写着终身质保 纯属扯淡 这是国产泪流满面 据悉 长城汽车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 而长城汽车前身则是长城工业公司 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看来这名车主是买到问题车了 而卖方应该也没有积极帮助处理车辆的问题 导致车主打横幅维权 有网友猜测说 这车貌似是长城汽车的坦克300 也有网友与自身经验分享说 不要买国产车 所谓国产既是权贵和官僚资本的产品 而这些所谓的牌子在目前体制下 他们与公贤法与国有媒体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你维权无门 还有人直言 非常好 自己吃过铁拳才明白 人们相信党没有好下场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